欢迎观看第二十三期海语讲坛 今天海语讲坛的主题是 发生在脑鲁的尖锐交锋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特使 中国驻希腊前杜启伦大使 那么请杜启伦大使跟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 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 非常幸运 能够参加这次海语讲坛的活动 但是我必须更正努力老师一下 我是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前特使 在2019年年初 我已经辞去职务了 因为年龄的原因 我前后面两期认中国太平洋岛国事务的特使 一共是七年时间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 另外就是整个它作为太平洋岛国各个国家的在政治经济 就是风风面面的这么一个合作和协商的一个平台 那么由于就是因为最早是由新西兰发起 后来逐渐的这些年就被澳大利亚也是逐渐的占有这个话语权 也加上西方就是美英的 因为太平洋岛国它多数都是英联邦国家 所以美国 英国包括其他的西方国家 对太平洋岛国论坛就多有干扰 然后再加上台湾不甘心在太平洋岛国区域的 它就被挤压的外交空间 所以在屡次的太平洋岛国论坛 这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它是最大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论坛 所以它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所以它们屡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不断搅局 但是它如果这个论坛在 比如说在中国和这个国家有建交的国家举办 还好一些 因为它们基本上钻控的机会不多 但是正好是在2018年的9月 第49届太平洋岛国论坛是在脑鲁召开 因为大家知道脑鲁跟咱们没有建交 跟在这个他一直受这个当年呢 他是受这个台湾的指使 他企图呢就是绑架论坛来这个封杀中国 然后呢这个当时时任了 就是刚刚这个杜特使说了 他是两任的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会的这个特使 他当时呢这个18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刚刚跟大家打招呼 也是今天我们邀请的主讲嘉宾这个杜奇文特使 他当时呢在这个第49届他领导论坛在这个脑鲁召开的时候呢 因为脑鲁总统呢他作为这个主办方的总统呢 他就对我们中国对杜特使呢就是百般的干扰 然后我们多特使呢就是距离力争 然后多回合的这个激烈交锋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这个特邀多特使呢 讲当年就是发生在脑鲁的这个激烈交锋 然后我们就请多特使您讲您的这个 好谢谢牛力主任 刚才和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啊 可能这个有些人会看到我穿这个衣服啊会感觉到有点奇怪 我穿的就是太平洋岛服 我这件衣服呢也有对我来说有特殊意义 就是2015年我作为中国太平洋岛事务特使 访问斐济的时候 斐济的总理我带你马拉玛送给我的礼物 也是我2018年就是一会儿我要介绍的9月份 我参加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会 第19次论坛会的时候 和这个敌律事务展开激烈交锋 现场穿的这件衣服 太平洋岛国地区啊 这个衣服呢 从总统到一般的老百姓都可以穿 穿上这个衣服可以参加总统的 可以去见总统 等于他们的正式的这个服装 我们呢就工作中间嘛 也管它叫导服 时间关系呢 我就直奔主题 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三年以前 2018年 9月初发生在脑鲁 第49届开放的岛国论坛会期间 我们和台湾这个分裂势力 以及在岛国地区的支持台湾 台湾拉拢过去的那些敌对势力的 一层这个尖锐的斗争 那么呢我首先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脑鲁这个国家的情况 脑鲁国家很小 在大洋深处 这个 大家呢平时啊 了解 不多 这个呢是大洋洲的 这个地图 在脑鲁呢是在这个地图啊 中间这个这个地方啊 不仔细看呢 是看不出来的 下一幅地图 下一幅呢是放大的这么一个地图 中间这个呢 就是脑鲁 脑鲁 在中部太平洋 孤零零的这么一个海岛 离它最近的海岛 大概也有七八百公里 这么远的这个距离 这个国家啊 这个规模很小 人口只有一万两千人 陆地面积啊 只有二十一平方公里 海域稍微大一些 大一些 但是呢 这个在太平洋岛国地区里面 它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啊 它所能够控制的 这个海域的这个面积 也算是比较小的 三十二万 东方公里 那么脑鲁呢 是一九六八年 独立的 这个国家在中国人心目中 特别是中国外交人员的心目中 是一个形象非常之不好的 或者说很恶劣的这么一个国家 是一个唯利是图啊 油乃便是娘啊 毫无这个道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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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誉啊 可言的这么一个国家 就我们不是白给他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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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随便给他戴帽子啊 这个脑鲁呢 1968年独立 1980年 同台湾建交 2002年7月 同台湾断交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2005年5月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 又承认了台湾 和台湾建立了 这个所谓的外交关系 就是这样一个反复无常 这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现在啊 这个脑鲁在太平洋岛国地区 是台湾仅有的四个邦交国之一 除了脑鲁以外啊 还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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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马沙尔群岛 另外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国家 就是 这个 啊 图瓦 图瓦 都是规模很小的国家 马沙尔群岛人口稍微多一点 其他的国家人口大概也就是 一两万 两三万啊 这个 这个样子 真的 那么 嗯 脑鲁这个国家 因为 孤零零的啊 大洋深处的这么一个海岛 自然环境很恶劣 是在古老的地质时期 有重大的地质事件 最后形成海底的一个板块 上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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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 在上 形成了一个上级的中间的导致 鸟粪们经过了这个常年的这样一个堆积 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最后就形成了磷酸盐 19世纪末美国拉美一些国家 有种子炎事业的发展需要肥料 所以就在老鲁 以及在其他的一些拉美国家 比如说治理和病 就有这个尿粪 鸟粪盐的开产业 所以就给老鲁这么个很贫穷的这么一个地方 给他们带来了一大笔的财富 那么上个世纪中期 包括六七十年代 就靠这笔鸟粪财富 老鲁就成为太平洋打国里面最富有的国家 人均GDP上万别人 上万别人 这日子好过 自己也不干活 把这个鸟粪承包给外国的企业 这就来挖掘来运输 自己这些人就享受带来这个财富 所以人都变得很大 太平洋岛国的人都是以肥胖著称 老鲁就是最肥胖的国家之一 男士一般的大概都有二百五十斤 牛舍养的现在也有多小 但是这个坐视山空啊 好久不成 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后 慢慢的这个鸟粪呢 这个资源就枯起来 那么到现在 基本已经没有鸟粪可采了 鸟粪可采 那么我这次去啊 这里边说用的所有的照片 都是2018年9月初 我就开会的时候 我自己啊 用我的华为手机照的这个照片 这就是呢 我们18年呢 9月份呢 我们在鸟粪岛上看到的 这个 看到的图景 这是鸟粪呢 从鸟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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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这个处理的这样一个 设施 现在呢 门人馆任他这个 任他这个秀施 下一步 这个呢 是往船上啊 装鸟粪 运鸟粪的 那个传送机啊 这个传送带啊 现在也都折落在 这个海洋里面 那么过去啊 这大批开发鸟粪 啊 这些地方 就使得这个 地面上啊 鸟粪都已经挖壶了 啊 都是一片一片的空草 啊 棕草不生 就一直挖到石头 里面还有些岩石嘛 突突出来 看起来就极其荒凉 跟月球上的地貌 这个一样 所以这个 太平洋 这个鸟粪呢 这个 从上个世纪末也来 就变成太平洋岛国里面 最困难 就讲最困难 完全靠这个外部世界 援助 啊 输血 输血 所以困难这个国家 也是最腐败的一个 这么一个国家 在政治下 那么 这个图片是我了 当时我开会这个 这个抽空 造了这么一个像 这个造这个像呢 我这个所在这个地方 就是老鲁的啊 浩春 第二 小华 冰 酒店 就是这么一个房子 这咱们看来嘛 跟库房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这个这个酒店呢 在老鲁呢 就是第二号的这样一个酒店 我们当时呢 就让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住在这个地方 下一幅 这个呢 就是这个酒店里边的 这个酒店里边的情景 那就是 那就是 酒店里边有两把椅子 啊 两把椅子 到我们和这个老鲁 这个方面这个 就设好啊 在会场上啊 我和老鲁总统 就打了一架以后 这个交锋了以后 这个老鲁方面的警察 啊 啊 我们还是会场在打架 等我回来的时候 一看警察已经坐在家里 看着我们 啊 看着我们 原来是在远处啊 就是盯着我们 老鲁呢 啊 这个 这个 我们说政治上 非常腐败啊 这个 呃 他的这个 政党啊 政客 有名的 啊 威利斯图 那么 这个 这个 台湾呢 啊 就利用这么一个特质 啊 这个 投入大 搞这个金钱外交 拉拢了 这个 脑里的 这些这个政客 啊 政治 这个领导人 这个 那么 2005年 啊 就是通过金钱收买这个办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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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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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使導魯和我的斷交和台灣方面的建交 那麼這些年 從那以後這些年 台灣也一直是在不斷的在金錢方面加了投入 導魯作為他在太平洋島國地區經營的這麼一個重點國家 那麼2018年9月份 老魯作為東道國舉辦太平洋島國論壇會議 這個和台灣方面沒有關係 太平洋島國論壇是18個太平洋島國地區 這些國家其中也包括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他們組成的論壇這樣一個會議 每年大家輪流作動召開會議 島國領導人再商量一下島國地區的發展 島國的對外關係 和我們大家相互之間的合作 另外也請台北洋島國論壇的一些對話國 就區域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國家 中國屬於對話國 一共是18個 對話國大家來和他們就雙方之間的合作 進行這個討論 中國是對話國 台灣呢 因為中國和太平洋島國論壇 建立對話夥伴關係的時候 我們達成了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的基礎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 一個中國的原則 是中國和太平洋島國論壇合作的一個基礎 一個基石 一個基石 所以太平洋島國論壇 是不承認台灣 不承認台灣的 但是呢 台灣呢 利用它和腦弩有外交關係 有外交關係 利用它和腦弩的統治集團的關係很密切 那麽就在這個2078年呢 這個腦弩舉辦論壇會的這個機會 他就搞了這個一系列的 這樣一個 哦 國底 搞了一系列的國底 你看 這就台灣方面的做的這個 做的廣告牌在島上 就是島上 這個底下這個 這個底下這個兩隻胳膊 其中有一隻胳膊就是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偉籍 台灣方面嘛 來這個 來 來 來對這個 參加這個會議的 這個論壇會議的 這個代表 和各國的客人 表示歡迎 用這個東西吧 搞兩個鐘 搞一鐘一台 提供他的這樣一個存在 還不像 這也是在這個腦弩的機場 這個太平洋島國這個論壇的這個成員國 這個國旗啊 都掛出來了 但是台灣也把他的國旗 也把他的所謂的國旗 他的尾旗 也把他掛在這麼一個地方 另外這個台灣呢 在那個地方 確實啊 這個滲透的還是很厲害 不擇手段 整個這個腦弩啊 因為這個只有1萬2千的 人口 孤零零這麼一個海島 外國住那兒的代表 外交代表的結構就是兩家 一家是新西蘭 另外一家就是台灣 就是這個台灣 這個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街上這個走 你看這個路邊樹底下 坐著一個一個一個 當地的一個小夥子 這個哪兒 我說呦 你看這個眼睛就感覺到這個 這很奇怪 就看起來這個就不對啊 仔細一看 就是台灣的 尾國徽 台灣嘛就是 搞了這些T-Shirt 到島上去大量的去發送 發送 這個來這個 來控制台灣的這個 來體現他的存在 體現他的存在 這個人呢 是台灣的所謂外交部長 現在仍然是台灣的所謂外長 吳釗憲 吳釗憲 那麼我們去太平洋 而去腦鱸參加 太平洋島國論壇會議 我們是太平洋島國論壇會 特別是他的會議的這個後期的 對話會 我們是正式參與方 我是中國代表團的團長 我們一共七個人 組成個代表團 去開會 他這個台灣跟這個沒有什麼關係 居然派了他的所謂的外交部長 帶了十八個人 到了這個彈丸出帝的 一萬兩千人口的這個海島國去 去大肆活動 去這個大肆活動 剛才在這個一中一台 剛才在這個一中一台 這幅圖片呢 就是 這個腦鱸 他的首都 街上的最大的 最好的一座建築 Civic Center 市民中心 市民中心 他的一些政府機構啊 在這裡邊 另外樓上有一個會場 二樓有個會場 會場就是台灣的國論壇會 召開的這個會場 這個建築是台灣援助他建的 台灣的這個大使館 就在這個建築的二樓 是這個建築的一步走 上去以後 擺個彎進去以後 通過這個一個一個小的天井一樣 二樓就是他那個地方 他那個就是他的所謂的大使館 所以 台灣的論壇會在這個建築裡面召開 他的大使館就在後面 他的大使館對面離他10米的地方 就是台灣的國論壇的秘書處 舉辦會議的秘書 辦公這個地方 台灣的論壇會認為 他利用他在這個腦弩的這樣一個影響力 在這地方和我們展開一場鬥爭 一場這個鬥爭 這是苗魯的總統 苗魯的總統 這個瓦卡總統 巴倫瓦卡 這是一個 這個流氓政客 那麼他是從2012年開始當這個總統 2018年我們去開會 去開會 這個2019年 他就在這個選舉中間他就下台了 他在這個 這次這個黨國論壇會議期間 這個吃裸裸的 這個肆無忌憚的 這個台灣方面搞這個台獨 可能也和他在政壇上來如都 台灣方面加大對他收買這個力度也有關 這個關於這個腦弩的這個一般的情況呢 我就介紹這些 那麼我想介紹第二個背景 就是發生在腦弩的這場外交交風 他在外交上 在政治上的背景是什麼呢 這個2018年的8月8月中下旬 台灣的領導人蔡英文 有一個很大的所謂的外交動作 去拉美加勒比地區 去鞏共他的邦交國 去搞所謂的廚房活動 我們叫做互當 那麼他也花了很大的本錢 作為蔡英文當局的很重要的 外交上的一場活動 那麼8月21號 他回到台北的這個時候 他宣布他在第二天 8月22號的那天 將在台北的總統署 舉行新聞發布會 對外介紹他這次古邦之旅的 這樣一個成果 但是他沒有想到 就在8月21號那天晚上 傳來消息 中國和中美洲的一個重要國家 沙爾巴多建立外交關係 就是狠狠地給他 這個 這個 摔下臉 這些是他這個推動了 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活動 受到了迎頭一擊 那麼第二天早上他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 那些記者不是問他 你的故邦的成果怎麼樣 你已經做了哪些事兒 而上來以後就問 台灣那個外交 這個外交上 發生了大敵事 這個沙爾巴多幾百萬人口 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 和台灣斷交了 你到底怎麼看 哦 到底怎麼看 蔡英文呢 就在那個記者招待會 他領的一大人馬 包括吳昭燮 發表一個簡單的聲明 這個對我們表示抗議 靠別抗議 另外一個聲稱 說台灣方面還會繼續努力 再和他有同樣的 這樣一個政治主張 這個意識形態 這些國家的支持下 繼續來爭取 來擴大自己的國際影響 要和這個 中國要繼續 大陸繼續鬥爭下去 這是8月21號 8月21號 這個沙爾巴多宣佈後 8月22號 蔡英文呢 做了這麼一般表態 那麼就在那樣一個背景下 台灣方面就挖空心酸 就考慮在外交上 怎麼樣的這個運輸 來報沙爾巴多 這個一箭之仇 來出一口惡氣 因為給他打擊得夠強 那麼他們顯然就選定 選定全世界 另外一個台灣邦交國的集中連片地區 太平洋島國 太平洋島國 還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 另外又利用 這個腦鱸 這個主辦 太平洋島國論壇 會議的 這是一個機會 利用他已經徹底 這個腦鱸的政治集團 腦鱸的總統 瓦卡已經給收買了 這個把它打開收買了 利用這一點 也利用腦鱸這個地方 和任何一個地方都提起的遙遠 非常之偏僻 他也容易做一些守窮 那麼在那地方就和我們展開一層較量 然後這場較量就開始了 那麼最開始呢 是瓦卡總統的腦鱸政策 宣稱中國代表團到腦鱸去開會 腦鱸方面不能給辦簽證 原因是腦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外交關係 腦鱸沒辦法給辦簽證 沒法簽證 那麼這個嘛 被我們堅決給丟回去 他沒有道理 因為呢 這個 在腦鱸舉辦的是太平洋島國論壇活動 我們是太平洋島國論壇活動的重要的一方 腦鱸只不過是公道國 受太平洋島國論壇的委託 在腦鱸舉辦多邊會議 東多邊會議的東道國 那麼實際上他就承擔了義務 要為所有這個參與方 來這個有效的 來參與會議活動 提供遍體 提供遍體 那麼過去嘛 那麼在其他台灣的邦交國 這個舉行島國論壇活動 我們也都是參加的 他這麼做 想不讓我們去 是沒有道理的 是沒有道理的 後來我們在北京 做那些島國裡面 跟我們建交國的工作 以及在這個島國秘書處 做這個秘書處的工作 在各島國首都 通過我們出前方大使 做島國友好這個島國的工作 島國領導人也不敢說 說你這個站不住腳 你這麼做是不行的 不行的 就違反國際關係的準則 違反這個國際慣例 那你如果一定要這麼做的話 那我們就不參加了 其中有這個沙巴雅的總理 托爾拉爾帕 就直接提出了這一點 那麼在那種情況下 這個腦弩方面頂不住了 頂不住了 那麼這個最後 同意給我們發電子簽證 這個電子簽證 那麼這個會議呢 是9月3號開始 這個舉行 那麼從北京去這個腦弩去開會 一路真是這個 走得非常非常艱難 要轉三次飛機 才能夠到腦弩 從北京坐飛機坐到廣州 從廣州坐飛機坐到悉尼 從悉尼坐飛機坐到南迪 飛機南迪 從南迪再到腦弩 而且腦弩只是一天 一架飛機 一架飛機 一個腦弯 一個腦弯 那麼搞不好的話 時間就錯過去了 那麼我們如果錯過去的話 我們不去 那正好是台灣的陰謀得逞 所以我們提前就從北京出發 我們是9月1號從北京出發 飛到腦弩去的 那個時候腦弩方面還沒有正式答覆我們簽證 已經給我們簽證了 但是我們必須要出發 是我們代表團到了廣州 在廣州轉機的時候 才得到了這樣一個消息 所以企圖在簽證這個環節 來阻撓中國代表團參加這個論壇會 這個陰謀沒有得逞 然後他們又做下一步的 又開始做手腳 我們到了腦弩以後 他給我們安排 在住在我剛才給大家看的 那個所謂的第二行的旅館 和這個島國的領導人 住的地方大概有七八公里 相距有七八公里 在島的另外一端 沒有輪管 也沒有給我們安排交通 安排交通 那個地方也沒有伙食 腦弩方面的想法 臺灣方面的想法 我居然擋你 這個中國代表團 大陸代表團 我擋不住 擋你擋不住 那行了 那我就把你 你就進來吧 來了以後 你孤零零零零放你在這個地方 讓你順步難行 然後你就自從生命就得了 你既然要來嘛 來你就那麼著吧 腦弩這個地方 我去開會 過去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 這個地方 因為臺灣的方交國 我們不存在有使館的問題 沒有使館 沒有僑團 沒有中資企業 還有一點 也沒有讓我們事先 事先呢 我們早就提出來了 我們要去打前戰 也都沒有 也都沒有 完全是兩眼一抹黑的 在我們駐匪濟的這個使館 那麼和在那個地方的 深圳的一個 這個一個搞這個信息通信方面 一個很小的企業 建了聯繫 請他們在那塊幫我們租兩輛車 請他們派員工啊 替我們這個解決這個交通問題 這個交通問題 那麼 這個 我們這個去了以後啊 這個根據會議的安排 你吃飯 你得要到這個 他這個 各國領導人住的那個 他比較大的一個賓館裡面去 坐車 他說我給你安排了一個 一個百度車 一個百度巴士 到處回來接你 實際上他一次車也沒有 一次車 一直就把我們困到那個地方 當然嘛 這一點嘛 我們是堅決不會讓他的這個 這個一某一個得逞 去了以後啊 去了以後啊 我們就這個 這個 積極的 這個開展 開展工作 和這個 這個各國代表團 和各國這個領導人 這個密切的接觸 指出台灣方面這次搞台獨的 這樣一個圖謀 以及這樣做啊 會對這個中國 和島國 太平洋島國的這個關係 以及呢 中國和太平洋論壇的合作 以及整個太平洋島國論壇的 這樣一個進程 所帶來的這樣一個 這個危害 這樣一個危害 那麼同時呢 我們呢 克服了這個方方面面的這些困難 那個街裡邊還有兩家幾家中國餐館 我們吃飯就到那個地方去了 坐車嘛就依靠這個深圳那個企業 他們兩個員工這個來開車 那麼這個腦魯方面還做了好多的這個手腳 所以就是台灣後面在後面這個牽牽木偶一樣 在後面這個指揮 對我們這個中餐館裡面的我們的橋拋 以及對給我們開車的 送出企業的 這個深圳企業的這個員工啊 施加壓力進行這個威脅 這個威脅 我們的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這個和這個島國論壇方面 進行這個交涉啊 要求他這個 這個堅持一個中國的這個原則啊 這個這個不應該要求他制止 台灣方面這個打搞這個兩個中國 一中一台啊 這樣一個問題啊 包括掛在台灣的危機 包括這個其他方面啊 這麼一些這麼一些事 另外一個我們就提出來 中國代表團呢 在開會這個期間 我們因為正是以匯方 我們需要像以往這個一樣 在這個開會的第一場會議上 我們要正是要做發言 要做發言 這個 下一節呢 大家請問一下 那麼 那麼鬥爭很激烈 很激烈 其中嘛 有些這個情節啊 也就是很尖銳 跌宕起訴 時間關係就不能講 就來不及 就就就就就就 不能在這兒給大家介紹 那麼這樣呢 就來到了9月4號啊 論壇會啊 這個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一場會 就是論壇呢 它的這個啊 這個各對話夥伴 和太平洋島國的領導人 舉行的這層這個對話會 這層對話會 那麼現在看到這個圖片呢 就是對話會的現場 對面呢 坐著穿藍衣服的是 太平洋島國的領導人 舉牌子要求發言的呢 就是就是我 就是我 那麼在這個這個這個會上 在會前 為了爭取啊 這個友好島國這個領導人 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的工作一直做到最後一刻 一直做到這些領導人 在他們作業上坐下 我和代表團的這個副團長 和其他幾個成員 我們還不斷地 和他們做工作 指出台灣方面的突兀 指出這個即將發生的一種鬥爭啊 這種嚴肅性 要求他們呢 這個堅持這個原則立場 另外我們也對這個 打國秘密服方面 這個做工作 做工作 然後這個會議 已經開始了 會議開始了 那麼在這次會上 這個對話會上 對話會上 我們一共安排了三個議題 三個議題 那麼第一個議題是區域安全 我們呢就事先了 我們很少才提出我們註冊 我們要求在第一議題下做發言 因為我們心裡邊 這個我們有準備 台灣方面可能是要搗亂 可能要搗亂 那麼在二三議題下 已經偏晚了 偏晚了 那麼如果他們在中間 再搞出一些什麼手腳來 我們應對上可能會有困難 我們爭取主動 第一題我就要發言 而且要求第一 第二個發言 那麼第一題開始以後 由這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 講到太平洋島國的立場以後 然後就讓美國代表團的團黨發言 美國的內政部的這個副部長 內務部的副部長就發言 發言以後 這個會議的主席 這個腦弩的總統 瓦卡 就馬上就說 更緊張的就說 說現在會議時間已經很緊了 美國代表團團長發言以後 發言以後 我們立即轉入第二一題討論 托阿盧總理請你發言 介紹第二一題 第二題 這個第二題 這個台灣 這個島國方面的 海洋環境問題 島國方面的這個立場 什麼意思呢 就是不給你中國代表發言 中國代表發言的機會 給你跳去 利用他是會議主席的這樣一個權力 這樣一個權力 那麼這個時候 這個矛盾就這個問題 這個形勢就尖銳好了 我們就要具體抗爭了 我們稍微的有一點油膩 或者在我們這個鬥爭的方式上 如果不是那麼很得力的話 那麼也可能就台灣方面 就把他們的這個做好 就得死了 這就是這場鬥爭 這個之前 這個一些情況 那麼下面有一個視頻 劉力老師你幫我發一下這個視頻 然後給大家做一些介紹 當然 這個整個這場會議 因為它在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會議 非常重要 十幾個太平洋島國領導人 和數十個域外的國家代表都來參加 他很正式的一個康順會議服務 有專業的錄像在那個地方 他說他不會給我 中國的記者也沒有去 中國的媒體也沒有去 另外是關門會議 還好 我們代表團的這個年輕組織很機靈 一看這個交鋒了 這個這個 一看我舉牌要講話了 馬上這個用手機 照了好多照片 也拍了一段的視頻 留下了很珍貴的這個資料 這就是這個交鋒的這個現場 劉力老師給大家放一下 然後我給大家做個解釋 這是馬哈總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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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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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ees 的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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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感谢观看 咱们 咱们 也没有 我们 这个 这个 咱们 咱们 我们呢 对 对 咱们 表明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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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影哒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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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